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二百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个尿剂 今次这个尿剂叫肺草 学名叫stictopulmenaria 英文叫lung ward 即是肺草 顾名思义 肺和呼吸道有关的问题 鼻、呼吸道 只要恶化肺秩序 所以好的处理都是很多肢气管炎 相似壮 咳 咳 噫 花粉烈 即跟肺那些不同的肺的毛病 如咙喉发炎 如果在呼吸系统那些 在鼻的症状,即是花粉热,即是鼻敏感 那个症状,通常是在鼻筋上很胀满 当然鼻塞塞,尤其是晚上,影响睡觉 一个户外空气会舒服一点 通常他也觉得鼻筋的网纸很干得痛 这是一种退化性的鼻豆炎 它也是一种花粉热 通常有不停地打痴 像Separdella,另外一种尿剂 通常是比较干的 鼻涕很快就干,干得很容易掉下 尤其是晚上,所以一种感觉 他经常想伸鼻涕,伸鼻割,但没有什么流出来 当然也臭觉出现问题 所以重要是鼻梁,鼻割的症状 无论是伤风,或者是花粉热,这类问题 通常重心是肝膜是干的 鼻根很胀胀,所以伸不到什么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咳 咳咳是一种肥犬肺性的矿 尤其是夜晚黑,尤其是深呼吸管的时候 会更加辛苦 双风有的时候出现一种 咳咳咳的头痛 通常也是症状是鼻梁中间的很胀 会沾到这种头痛,没有什么被噴出来 也可以帮助一些难性感冒 通常也是这样 鼻梁是干,又咳 尤其是夜晚黑,尤其是鼻子干干,新鲜的空气会更舒服 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的情况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关节 通常你会发现关节的地方有些发炎有些红状 在关节那里是红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叫做Housemaid's Knee 即是铝蓉的膝头,通常我叫做Persidus 那个滑囊炎,即是铝蓉 即是铝蓉清洁地,跪在这里 即是膝头跪下去,那出现一种不断的磨损 那出现我们膝头的滑囊炎Persidus 那我们也叫做Housemaid's Knee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合用的疗剂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应用就是一种风湿性的疼 尤其是颈部是风湿性的僵硬 很紧张那种风湿性的颈的僵硬 这种疗剂都可以应用得到 还有一个症状很特别的就是病人有时候觉得 他要常常不断地说话 还有他感觉自己好像是浮在空中的 即是那个走路呢,脚步好像走坏 即是不是很稳定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Lung ward 这就是肺草这个疗剂的主要症状和应用的地方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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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